終於可以轉會了 有資格成永久居民杜令德 謝謝你,Payme有消費券 你們都一起算吧 消費券最快8月7日開始分階段發放 新鎮姜濤Payme和中銀BOCP 即是總共6個支付平台讓你登記 不想轉會的,就繞合雙手等拿錢就行了 如果轉會又或者新符合資格的市民 就在未來6月23日至7月23日可以登記 八達通還是分三折 其他的就是分兩期科水 受惠資格都有不同的 所以我們將受惠的範圍 定為香港永久性居民 雖然他暫時未是 但他有資格成為我們香港永久性居民 如果是這些朋友 包括在不同的計劃 來香港的專才、專業人士、企業家 或者是來香港升學的人士 這些我們會給他半額的消費券 下來讀書的都有得拿 香港真是派遣天堂 那些大陸來港依緩的名譽僱員 肯定要給全額 但留意一下 而阻民或者以永久來港為由拿了強積金 以圖永久來港都沒得拿 例如這段時間去讀書的朋友 去海外求學的 或者是公司派出去工作 遲些會回來的 這些有合理的原因 這些雖然他不在香港 仍然可以拿消費券 但沒有這些特定合理的原因 我們會視之為不符合資格 一邊收緊一邊放寬 究竟是想用5000元吸引專才來港 還是想篩走香港的人才呢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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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 世界的香港 香港 世界的香港 世界地 人